顺治帝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位皇帝 作为在多尔滚和豪格激烈竞争下 奇迹般登上皇位的人 他开启了自己的时代 尽管成为皇帝 身穿龙袍 但他在处理事务时总是受到限制 对婚姻事宜也无法发表意见 最终迷迷糊糊地与博尔纪吉特是结婚 国家举行盛大的皇帝大婚典礼 全国上下同庆 然而顺治帝却感受不到丝毫喜悦之情 尽管这位皇后貌美 却让他非常不满 因此年轻气盛的顺治帝找了一个借口 废出了这位貌美的皇后 然而满猛通婚的习俗仍然存在 于是他又从科尔沁草原 迎娶了新的皇后 吉孝会张皇后 这位新皇后性格温和安静 顺治帝勉强接受了这位皇后 审居高位的人常常感到寂寞 虽然天下是他的天下 百姓是他的百姓 但他仍然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孤独 有人与他共进早餐 有人与他共度黄昏 但没有人能与他心灵相通 成为他灵魂的伴侣 顺治帝等待了长达十八年 终于等到了那个人 从那一刻起 他的言语终于有了回应 他的人生也有了新的期盼 在遇到这个女人之前的十多年里 他只是虚度时光 这位女子的出现 使他的热情激荡 意想不到的相遇让十八岁的顺治帝心动不已 凭借皇上的宠爱 他迅速崛起 成为不可小觑的皇贵妃 董厄妃是那大臣厄朔之女 在顺治十三年进入宫廷 据传 董厄妃据说是乡亲王伯木伯古尔的附近 在一次宴会上 顺治帝对他一见钟情 并强行将他纳入宫中 这是一段打破了传统的故事 不再局限于恨不相逢为驾驶 而是直接采取了行动 迅速与心爱的人相守的故事 然而 传闻只是传闻 我们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 十七岁的董厄妃 因顺治帝的一见钟情而进入宫廷 最初被封为贤嫔 不久后晋升为妃子 随后又成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 顺治帝对董厄妃的爱意 无可否认 其他妃嫔可能因为生子或立功 而被封为妃子 而他凭借着皇上的宠爱迅速崛起 成为后宫中不可小觑的皇贵妃 后宫中美女如云 无论是美貌还是才气 董厄妃并不是最出色的 然而 在顺治帝心中 他无人能及 被封为皇贵妃还远远不够 顺治帝还给予他一个后宫女子 都羡慕的特权 颁布诏书 大赦天下 大赦天下通常是在皇帝登基 策立皇后 策立太子等重要场合才会发生 然而 董厄妃只是被封为皇贵妃 却享有这样的待遇 这显示了顺治帝对董厄妃的深爱 他无法掩藏内心涌动的爱意 迫不及待地想与所有人分享 他在那一刻的喜悦 董厄妃被描述为顺治帝的知己 他从不因为皇帝的宠爱而自满 一直以谦虚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人 在顺治帝审阅奏折时 他会安静地陪伴在他身边 为他准备墨水 关心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会静静地倾听他谈论国家大事 并严守宫廷规矩 不越规 他是顺治帝的知心伴侣 当皇帝心情不好时 他会安抚他紧皱的眉头 甚至从不要求独宠独享 反而劝告皇帝要平等对待后宫妃嫔 不可只宠爱他一个人 后宫的美人都是他的女人 如果因为他的存在 其他公妃都过上艰苦等待的生活 那他将成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邪恶妃子 他慈悲宽容 在宫女犯错时 他会请求皇帝从轻处罚 他鼓励皇帝勤政兴国 努力奋斗 每当他处理国务疲惫不堪时 总能看到他笑脸相迎 地上一杯茶 所有的烦恼都会在他的笑容中消散 善良宽厚的他 在顺治十四年生下了一个小皇子 尽管这不是顺治帝的第一个子嗣 但他却欣喜若狂 这个孩子是他所爱的女人为他而生 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像出为人妇一样充满喜悦 随后又是一次大赦天下 当他被封为皇贵妃时 皇帝欣喜若狂地下令大赦天下 当他们的孩子出生时 他再次欢呼雀跃地宣布大赦天下 然而上天给予了他一份喜悦 却又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孩子仅仅几个月便夭折了 这个备受期待的皇四子 还来不及学习和成长 就离开了人世 董厄飞感到无尽的悲痛 而顺治帝也心如道各 他所爱的女人为他生下的孩子突然离世 曾经的喜悦如今变成了深深的悲伤 顺治帝追封这个早妖的儿子 为何硕荣亲王 并亲自写下道文 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 幸好他们还年轻 还有机会生育更多的子女 董厄飞并非那种傲慢跋扈的女人 她始终保持宽和谦逊 在后宫中以善良的态度待人 虽然离皇后的地位只有一步之遥 但她从未越界 当皇后犯错误 引起顺治帝的愤怒时 她亲自请求皇帝宽恕皇后 她深知后宫中的女人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对于地位高于她的皇后 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 皇后生病时 她亲自照料 毫不辞劳 对其他妃嫔 也像对待亲人一样关爱呵护 将他们视作自己人 因此 整个宫中无人不称赞她 对其他妃嫔 也像对待亲人一样关爱呵护 将他们视作自己人 因此 整个宫中无人不称赞她 当顺治帝无法时刻陪伴她时 她将一位王爷的两个女儿 带到她的宫中 让她照亮 也算是为她带来些许欢乐 在国家大事上 她无法为她分忧 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体贴温柔 减轻她的烦恼 身宫如此深远 但他们的夫妻之情 却深沉如海 顺治十七年 董厄飞病逝 她这朵后宫中 最温柔的花凋谢了 顺治帝悲痛不已 她无论睁眼闭眼 都能想起董厄飞的容颜和笑容 这个她深爱着的女人 就这样离开了 于是顺治帝写下了 《孝宪皇后形状》 这篇珠基之作 整整四千字 字字都沾满了血泪 她追封董厄飞为皇后 举国同碑地为她 举行了皇后级别的葬礼 她生前经常叮嘱 她要真爱自己的身体 然而她却先离开了她 除了指派僧人 持续念诵佛经 她还用蓝色的笔 批阅奏折 持续了整整四个月 她明白自己的行为 超越了规矩 不符合礼法 但她仍给予她空前的荣耀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有人询问她 是否需要温热的粥 但那并非她 有人鼓励她勤政爱民 但同样不是她 她已经痛到无法流泪 这种痛苦比刀刃刺破的还要深 是一种切肤之痛 是一种心碎之痛 没有人可以真正感同身受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如此短暂 匆匆而逝 来不及细数 她的心早已死去 这些日子 只是在茫然地活着 再也见不到董厄飞 对她温柔地微笑 再也听不到董厄飞 关切地问候 北风凛冽 她闭上了眼睛 她和她合葬于青孝陵 终于能够永远在一起了 几百年后 当我们提起 这位年少的皇帝时 总会记起 她与董厄飞那段 激情而悲伤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展现了 帝王身上的温柔和深情 也展示了董厄飞 这位贤惠飞子的温雅得体 她成为了一段 永恒传世的爱情传奇 在电影 电视剧等艺术作品中 多次改编 这个故事飞升中外 成为中国历史中 不朽的一部分 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